大家好,我是卡图摄影教育中心的叶子 欢迎和我一起学习自由职业摄影师课程 之前我们讲的是平面构成的元素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平面构成的规律 元素就是一个个的东西 点线面 那规律就是这些东西摆在哪 它们之间怎么样去和谐地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 那首当其冲的是中央构图法 中央构图法其实也就是大家口头老说的 这个摆正中央 那么这种构图方法之前是无意识地进行的 大家很多人是不懂得构图的时候 就老喜欢把那个头 把那个脸摆了正中央来拍照 那只要放在中央了就感觉比较安全 那不会说有拍不到脸拍不到头的情况 这个纪念照呢就算是一个满意的纪念照了 懂了一点点构图的知识以后 很多人就会发现我原来不能把这个东西老摆正中央 因为觉得很不聊 于是就开始往旁边的往上方往下方来摆 那这个时候有的人就会讲了就说摆正中央很不好 是不对的 那我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中央构图法并不是一个坏的构图的方法 不能简单的说摆正中央就不好 只能说呢他一定要吻合这个画面的主题和画面主题能够呼应的起来 才能算是一个正面的正确的构图方法 如果用的不好呢中央构图法会显得保守呆板和无趣 但如果用的好呢 他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稳定的霸气的或者是极简的这么一种感受 那么我们来看一些实例 什么呢照片是非常需要稳定的呢 一定要用正中央构图呢 比如说有王者气概的人物对吧 丘吉尔首相呢是这个非常霸气的一个人 他这个脾气有点不好 这个有点凶 强权是非常著名的这个这个脾气差的人物 把他放到这个正中央来构图的时候 他的这个气势会更强一些 就英国的前首相丘吉尔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 纯安安静静的那种稳定 比如说Nemo 躲在这个海魁里面往外张望这个样子 由于他是一个在水中生活的动物啊 所以把他放到正中央的时候非常恰当 因为他不会说像陆地上的动物一样 会因为一个重力的原因老要往下掉 也不是说他能很快的就往上跳起来 他就是很安静的很稳定的一种状态 这个画面是我在西藏的某个寺院里拍摄的 是大宝坊王的这个眼睛 因为他这个眼神也是非常有力量感的 而且呢佛教本身就讲究这个平和平静 所以呢他是既不左也不右 既不上又不下的一个状态 就在画面正中央 还有更多的例子 其实你们看一眼就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放到正中央 讲白了可能就是想要一个稳定性 这张画面大家看了会觉得比较好笑的 因为这是我们在天坛啊 带着父母在那里这个参观的时候拍摄的一个画面 由于当天是祭天 所以所有的这个观众啊 是人山人海 那么我呢没有去拍观众 因为每张脸都不是很好看 是吧 他也不是超级模特 也不是说这个长得就非常的小鲜肉 或者是非常漂亮的姑娘 都是一些老大爷老大妈呀 来旅行的 所以呢就用不着去特写每个人物了 我们想表现这个人多呢 可以用一个巨大的一个建筑来做一个反称 这个对比的技巧后面我们也会学到的啊 那现在这个大的东西做了在这以后 让人觉得一眼看过去 哇这就是一个风景照啊 洗年店下边肯定的栏杆呗 眼睛往下一掉 看在下边的时候突然觉得很好笑 因为不是栏杆 栏杆都不见了 只见到人了 就隐藏着这么一种意外 那洗年店呢 虽然在这么多人在这里挤着 它依然是非常稳定的一种建筑啊 中国的建筑物 尤其是跟黄泉相关的建筑物 都是以稳定组成的 所以它左右也是对称的呀 而且呢 成一个倒三角的形状啊 等等等等 不把它放正中央就可惜了 这是需要稳定时我们使用正中央构图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是所谓的叫霸气侧漏时 一看这些画面就觉得这个 豹子要扑过来了 这就叫霸气 一旦把这个豹子放正中央的时候 它这个感觉就非常充沛 会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亡者气概 就好像是一个动物的族群啊 左右右都有很多这个家族的成员啊 坐着正中央的那一个 好像就是老大一样 大家不难想象啊 就是我们那个天安门上挂着的毛主席像 也是放正中央的 因为这个地方呢 最庄重 最稳定 而且呢 最醒目 但是我们的娱乐节目的 这个主持人是不会站在台正中央的 因为它不需要庄重 它需要的是一种活泼感 那如果你把大型的毛口动物 稍微放一偏一点点 哪怕就是偏一点点 不放了正中央了 那么这种气质就会被削弱 你们来看看这个画面 这画面呢 老虎的这个嘴部 鼻子倒是在画面正中央 但是呢 如果以整个这个头颅来论的话 它实际上是 稍微的往右上角偏了一些 所以这个画面中就不再有那种 王者气概 就不是它的一个重点凸显的一个情绪了 那么再来看另外一张 不是大型毛口动物的 没那么凶的 这个 袋鼠 这是我拍的那个龙女龙外的 个展里面的一张 封面照 就是那个邀请函上的和那个海报上的那张照片 就是这一张 好像是一个入定的 是吧 蝉尸一样 它就坐在这里 眯着个眼睛 就好像是这个参透人生的感觉 它的头部和耳部 如果你整个把它视为一个整体的话 可以把它视为是在画面的正中央的 这里面隐隐的有一种力量感 这种力量感可能不及那个 怎么说不及折线 那么强烈 但是这种力量感的 是隐藏在一种稳定的状态之后的 就好像是真正的高手 不轻易把剑拔出来 但是一拔出来 你就等着瞧 就是有这么种感觉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是 需要这个放正中央的 比如说对称 我们一会会说这个问题 这个画面其实左右对称 也是为什么我要把它放正中央的原因 那么但是另一个方面 它自身还是有它的这种霸气的 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是一只小母鸡 然后你走到这个跟前 突然对方一把这个平力张开的话 你还是会吓得直哆嗦的 所以它在它的这个 怎么说 这个藤类里面 它在它的这一个体积大小的动物里面 它这一个展示这种形态 还是霸气十足的 当然如果你是站在一个高处 往下俯瞰这个孔雀的话 你顶多就是觉得好看 可爱 漂亮 你就不会有感觉到这种霸气的感觉 所以反过来讲 我们蹲低来拍摄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的试点要比 孔雀的眼睛要低一点 这才是一个稍微仰望老大哥的这种感觉 再加上这种正中央构图 这种情绪就会更饱满一些 黎度宇在青岛拍摄的一只小狗 这小狗其实也有它自己的一种霸气 杀气十足 它说这个有点像冰河世纪里边的那只小松鼠 那个眼睛在那跳跳跳 然后马上就要扑过去 吃那个爆它那个松果的那种样子 感觉像是一个被惹毛了的人者 正眯着眼睛把这个视线聚焦在你的脸上 丝毫不畏惧 不觉得你是人我是狗 它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那么好 希望大家记下来了 第一种情况是需要稳定 是第二种情况是霸气侧漏的时候 第三种情况 什么时候要使用正中央构图的第三种情况 是主体对称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正中央构图 比如这个画面多对称 中间一棵小树 两边两个这个场景录 姿势动作都差不多 而且离点数差不多远 有人说这运气太好了 为什么我就拍不到 实际上有运气的成分 但也有这个摄影师 他自身的足够聪明 足够 这个动作够快的这种成分 你想象一下 如果他现在跟那棵树之间不是对称图形 比如说左边场景录离那个树近一点 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你拿着相机往右走两步 这个树的位置就会发生改变 树就会被挪到这个场景录的正中央来 所以你的你所站的位置也会影响 他们之间是否对称这么个关系 在画面左右对称的时候 如果你使用的是正中央构图 这种对称就会显得更明显一些 好像就像一面镜子 左边和右边是互相反射着的 我们大脑当然非常喜欢这样的画面 因为很易于被理解 这是李杜宇在泰国拍摄的照片 通过一个这个门做前景 然后拍摄的后边的这个佛塔的情况 那左右也是完全对称的 所以他使用的是正中央构图的形式 拍角楼是大家都见了很多这样的照片 应该我有个学员呢 他每天都在拍这一个角楼 拍不同的天气 不同的构图 坚持了很长的时间 那这张照片是我拍的 是退远了以后 稍微退远一点 退到那个中间的小绿花带后边的时候 竖过来 稍微在点仰拍的时候的样子 很多人拍角楼已经拍得比较腻了 因为他左右对称的 很多人就忍不住 一定要把它放到正中央构图 那么下面是水 上面是天 好像这个也没有什么别的创意可言了 拍出来无非就那个样子 大不了就拼个天气 看水的运气好天气好 但实际上呢 还是有很多可以玩的花招的 我们往后退一点 以后这构图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大树形成拱门 然后我虽然还是把 角楼放在了正中央的位置 还是有稳定性在里面 但是画面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底下的水我们也不交大了 因为它根本就不重要了 更重要的是一个树叉 带来的这种宿命感 看了这么多正中央构图的照片 大家应该都有所感觉了 我们的正中央构图呢 能让画面变得非常的有规律 而且规律是普通老百姓 一眼就能看得明白的 所以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规律 在合适的时候 是用正中央构图 明显是锦上添花的 最后给大家看了这张照片的是 我带奔驰弹幕乐集团的学员们 出来外拍的时候 拍摄的一张合影 我不知道你们拍摄的合影 是什么样子的 大部分可能都会比较土气一点 所以下次在玩合影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着玩出更多的花招 今后有时间呢 再给大家讲一课 专门关于合影的摄影技法 学完这一课大家应该知道了 之前我们经常做的正中央构图的方法呢 并不是说是一个坏方法 它只是应该用在最恰当的时候 这一课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